金融市議員韓世玉首先關心地震事務所整並影響民眾洽工問題 緊接著他還關心森美武器重劃區地毛的監測情況 我記得是每一年的話都要去做一個監測 那另外呢還有就是針對受力不足的部分的話 要等於說要去做一個算是整理這樣子 那當然整理的過程當中我們有看到說 我們這個有編列相關的一些預算 但是問題是呢我們的很多的居民的話 大家是要講說那平常的話如果說擋土牆 譬如說有一些樹木啊或者是有一些雜草的部分的話 是不是也要麻煩我們地震處這邊也把它裂岸來去做處理 對此金融市政府地震處長證實有地毛出現異動情況 金融市政府明年已經編列560萬元經費進行補強 有一些這個算是他的數據有一些異動比較大 還沒有到利息危險的程度 所以我們已經把今年的預算書我想 韓藝座應該也有看到才會問這個問題 我們確實編列了這個 今年先編列560萬的這個補強的一個設計跟施工的作業 那在114年也就是後年 那我們明年預算編的時候也會再編這個1000多萬 總共分兩年編列 那兩年合計是2010萬元 來辦理這個地毛的這個補強以及這個地毛的這個檢測 另外韓世玉也提到 校東路從5月導入智慧號之後至今成效顯著 不過近期卻發生小綠人秒數不見影響行人過馬路安全 這個校東路與深溪路還有深澳坑路口導入了智慧號洞系統 那至呢5月12號實施以來的話 他現在目前的話我們拿這個去年跟今年比 110年的5月12號到11月10號 他的所謂的違規或者是這個造成交通混亂的事件 違規事件是76件 但是呢今年實施5月12號到現在至今 違規的話總共7件 所以這個效果是非常的顯著 而且還有的話就是對於當地的交通是有非常大的改善 這邊的話也要感謝市長 那但是有美中部署的地方就是他的小綠人的秒數不見 那導致呢我們很多的社區民眾 這個不是開玩笑 很危險 走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變紅燈你要他怎麼辦 你要他往後退嗎 還是要他往前走 有可能就會被車撞 為了疏解孝東路深溪路尖峰時段塞車問題 韓世宇也建議台62甲線能夠增設槓子寮交流道 金融市政府交通處方面表示 將持續向交通部公路局反映爭取啟動程序評估可行性 記者張祭均 記者張祺騰 金融報道 記者張祺騰 金融報道